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今天我们利用这一点短暂的时间 跟诸位讨论一个问题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讲的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这两句话 我们要怎样落实 我想许许多多人都非常关心 佛法的修学 在最近 我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很多 那么也是自己多年来学习的心得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学习一定要能收到真实的效果 换一句话说 我们学了之后 究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如果学了佛 什么都没有得到 这个佛教白学了 甚至于 没学佛之前还好 学佛之后 造更深重的罪业 还不如 不许服 不许服 你 不会造就这么重的罪 这个罪业 国报是在地狱 现前 地狱果报没有现前 你还在茫然无知 等到果报现前后悔莫及了 所以佛到底教我们什么 我想 诸位同学常常听今 自己心里都知道 一切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 无疑不是教我们 转悟为善 转迷为悟 转凡成圣 一切诸佛如来 教化变法界虚空界众生 目的就在此地 最上等的转迷成圣 那么这就是 佛法里面常讲的 根属众生 根属众生 他这身成就了 念佛往生净土 就是转返成圣 这经上讲得很清楚 只要往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都是阿维悦志菩萨 阿维悦志 气底上圣人 他不是凡夫老 这是最上层 是不可思议的成就 第二等的 专迷为悟 我们一般讲呢 这人开悟了 大吃大悟 他们一见性 主要明白这个道理 他如果见性了 他是属于上层的 他的转返成圣 见性就成圣了 没有见性 他还是凡夫 换一句话说 他没有能处 舍法界 没有处舍法界 不能算圣人 那么在佛法里面 称为小圣 小圣包括 舍法界里面的 四圣法界 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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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 摄法界里面的佛 天台家讲的 藏教佛 通教佛 华阴宗 讲的小教佛 实教佛 这个都没有见性 所以天台大师 判施 判施 他们是相似 基佛 他不是真的 相似 有一点像了 他不是真的 这些人 我们都可以说 专迷为物 所以专迷为物 是四圣法界 专凡成圣 是一针法界 我们要想 往生到一针法界 那的确不是有意思 除了净土法门之外 没有人能够成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待业 你看看 连小陈虚拓还 都已经把三界 八十八平建活 断尽了 才能挣个小陈虚拓还 这是什么呢 这是转悟为善 转迷为物 他到这个阶段 刚刚就 在六道里面 不能出六道轮回的 这是佛教给我们 转悟为善 在六道里头 决定不堵三窝道 这个重要 在六道里面 还堵三窝道 这个事情麻烦大了 但是佛在大臣经上 跟我们讲的很多 六道众生 肯定在三窝道的时间长 在三山道的时间短 所以六道繁复的老家 是三窝道 三山道是出来观光旅游 时间很短促 离开就要回家了 诸位细读地藏菩萨本愿经 你就明了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佛劝导我们 一定要懂得断我修善 佛的这一句话 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你才能够做得到 齐心动力 念头猜起来 业与造作 我常讲了 如果与 摄卧相应 与三窝相应 你这个造的业 就是卧业 这个卧业呢 赶来的果报 就是莫鬼 地狱出生 三途果报 所以齐心动念 自己要赶快 折察到 这是古大德常讲的 不怕念起 只怕倔齿 念头猜起来 自己就想着 我是跟 收握三窝相应 还是跟三学 是善相应 三学是界定会 如果能够跟三学 是善相应 你的念头是善 你的行为是善 你造的是善业 善业的果报 在人体呢 这个是佛对于六道众生的 指导原则 决定不希望你 堕落这三土 我在这么多年来 常常劝勉大家 我们真正要学佛 真正要在这一身成就 一定要把自己的障碍 业障 这个是业障里面的根本 一定要把它消除 要把它放下 根本的根本是什么 自私自利 我们无量借来 就受这个害 齐心动念 我的利益 我的好处 这就坏了 是不是真正符合 我的利益呢 完全不符合 这是你把一切四里看错了 这是佛法里面常讲的颠倒错乱 你把我当作是善 把善当作是我 就是说 是我跟十善颠倒了 你为什么会欺骗人 为什么会伤害别人 没有别的原因呢 希望自己得利益了 如果自己不得利益 无缘无故去伤害别人 我相信世间这种人太少了 这种人是傻瓜 愚痴啊 不愚痴才干这个事情 头脑清醒的人 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 学佛从哪里去呢 我们看看诸佛如来 一切菩萨都是从自己本身去学 断我是断我自己的 我念我心 不是断别人的 别人的我断不了 不但我断不了 佛菩萨也断不了啊 佛菩萨能帮助众生断我的话 那我们后必要修行呢 他不把我的我断掉的时候 那佛菩萨就不慈悲啊 这个道理要懂 随意大经商常常讲 幸福众生三无差别 这个力量是相等的 佛当作一切众生 只是教训 只是教导我们 他是怎么成就的 他是怎么断卧的 怎么样 破迷开悟的 怎么样转翻成圣的 他把他自己修学 这些道理 方法 经验 告诉我们 提供我们做参考 这就是佛菩萨 对我们的帮助 除此之外 他什么忙都帮不上 这个经论里面说的太多了 佛法里面讲因缘 这四种缘里面 清因缘 所缘缘 无间缘 都是属于自己本身这一面的 佛菩萨 能做的正上缘 我们一定要懂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所缘缘 没有无间缘 他那个正上缘 正不上 清因缘不说 清因缘 统统都有 每一个众生 阿赖耶诗里面 所含藏的种子 是发解齐全 都不缘 你有没有成佛的种子 有啊 你为什么成不了佛呢 你没有所缘缘 就是 你没有一个念头 想成佛 我有这个念头 想成佛 这个就是所缘缘 佛能帮得上忙 那么想成佛这个念头 不能间断 那个缘叫无间缘 有时候想 有时候不想 常常间断 你这个缘的力量很薄弱 佛帮忙也非常困难 你要有强烈的愿望 念念不识 哦 那佛帮助力量就很大了 你在一生当中 能成就啊 一个凡夫 在一生当中 证得无上的佛果 是可能的 华严经里面 善才童子 给我们的实现 一生成就啊 法华经里面 龙女八岁成佛 也是给我们实现 所以 善道大师讲啊 凡夫修行成就 他讲的是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四图三倍九品 总在与语言不同 这句话是真理 完全看你自己 欲地缘 缘 最重要的 人子 你遇到了好人 遇到真善之时 这个祖缘无比殊胜 你要是遇到悟之时 天天在那个地方 拖地下水 破坏你的信心 破坏你的怨心 让你不能成就 这是窝缘 总在与语言不同 语言非常复杂了 凡是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交往有往来的人 都是有缘人 这些缘里面 有善缘 有我缘 善我缘 都有过去的夜阴 这个人为什么处处来障碍我 你要想到 过去身中肯定 你障碍他 怨怨相报 他来障碍你 你生了诚惠心 好了 这个障碍没完 来世你又障碍他 再一生他又障碍你 没完没了 这个是很可怕的 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要求 我们要想想 世尊在今天里面 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遇到卧远 卧的环境 你受到了沉重打击 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 要保持冷静 不起怨恨 不起承惠 没有承惠心 没有怨恨心 晓得 他这个态度对我应该 一报还一报 我这笔账 够消了 佛菩萨保佑你 龙天善神拥护你 这个路走不通有障碍 另外还有路 路多得很大 这个地方没有缘了 就不能够强求 这句缘静了 那一边缘成熟了 你就晓得赶快到那边去 决定不能给这边作对 对于这边要感恩 感什么恩呢 小姐姐 我们的账了了 账戒掉了 这就值得我们感恩 别人毁谤我们 我们赞叹别人 别人侮辱我们 我们恭敬别人 为什么 留了一个后路 下一次见面 好见面啊 不至于把这个缘断掉了 到他觉悟的时候 他明白了 觉得那个人还不错 从前我错怪了他 他还来找你啊 找你 我们不要记前面的事情 我们只记人家的 好处 不要记别人的 不好处 他只要找我 我再来吧 总得要大家在一起 欢欢喜喜 共同认真地来学习佛法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就对了 误会 因很深 过去真正的 语言 这里头最重要的 就是听信谣言 彼此直接接触的时间少 就听信别人的话 某人对你怎样怎样 背后怎么样说你 那我们就信以为真 这样就产生了猜疑 那个猜疑呢 越来越严重 到最后就会破裂 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 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 这个是危机 古人常讲 人无信则不利了 现在人不讲信用 这个是世界动乱的根源 那我们要怎么学呢 别人不相信我 我相信别人 那别人陷害我呢 陷害我 我决定没有成贵心 没有报复心 我懂得回避 所以佛法永远建立在高度的智慧上 你看看 中国二十四校 第一个圣王 我们讲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圣王是最好的榜样 他的母亲早年过世了 父亲娶了个继母 继母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但是继母对他非常不好 挑拨 让他父亲相信他太太的话 对他产生严重的误会 这变成了一家人 父亲 继母 继母还有继母的儿子 他的弟弟 三个人 都想害他 而且也想把他害死 很难得了 他那个妹妹是个好人 妹妹常常通风报信 他们设计什么计要害你了 他就知道了 知道是欲信防范 几个人商量 他们家里外面有一口枯井 想把他推到枯井里面去 然后把他核埋埋在里面 这她妹妹告诉他 他就欲信在枯井里面挖一个洞 挖一条路通到别人的地方去 所以父母言诱他说 他去 让他推去了 推去了 似乎压光 他从右线挖好这个洞里出去了 恒顺随习 他有智慧 多少次要诊他的时候 他通通都想方法避开了 跟这个家人决定不发生冲突 调到枯井里面的时候 只是说我自己不小心 不是说他们推他 我自己不小心调进去了 幸亏好 那个井底下有一条路我走出来 他也不说他自己有钱挖的 所以恒顺随习要智慧 你看看 他要坐卧 不妨碍他的卧坐 又能够回避 这个就是儒家讲的 极高明而道中 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这是真实智慧 没有智慧 你做不到 你也不晓得怎么个做法 所以我们遇到这些情形 遇到窝然 虽然我们自己心里面很清楚 没有晨慧 我们真正奉行佛陀教会 但是我们要懂得回避 决定不发生正面冲突 不但正面不发生冲突 侧面也不发生冲突 这就高明 等待他 觉悟 顺恨了不起 三年的时间 他对父亲后母觉悟 觉悟 这个孩子是个好人 是个孝顺的儿子 所以感化了一家了 把我人转变成好人 这是无量功德 这一转变 那个影响力就扩大了 所以真的家和万事兴 邻里相当 都被他感动 都被孙感动 才知道孙真正了不起 因为邻里相当 邻居看到他 父亲母亲虐待他 都替他打抱贝皮 都说他父亲母亲不是 他把邻里相当着急 他说你们不可以说我父母不是 那是我的父母 你们说他的不是不是 那你说我的不是 给他分析 到最后父母 都能够转过来 邻里相当着佩服他 这人了不起 当时的过往 姚王 姚王听到这件事情 调查清楚了 姚王把两个女儿嫁给他 把王位传给他 所以他做王顺王了 他能感化一家 就能感化他的邻里相当 能感化邻里相当 就能感化一个国家 要选他做继承人 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 我们今天看到普贤十一院 这个两条 横顺众生随习共同 我们想到遥忘的故事 那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的典型 让我们懂得跟逆境 卧运怎样相处 决定没有卧役 我们用真诚心来感动 因为辱福这些大圣人都告诉我们 儒家讲 人之错 心本善 人心都是善 他为什么会做窝 那窝是习信 习信 如果时机太长 无量界 养的这个 我习气 我心 那一下改回 改回来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能看出 佛菩萨的慈悲 佛师们中 不是一人 佛菩萨有智慧 有神通 有能力 知道这个人 什么时候回头呢 一千年他会回头 一万年他会回头 一个大节他会回头 甚至于一百大节 一千大节 一万大节 他才会回头 佛都等他 佛不舍弃他 而且 在他造作 悟业受悟报的过程当中 佛菩萨从来没有一天 舍弃过 在那里暗示他 希望把他典型 这是真的 从来没有舍弃过 诸位要是好好去度华言 能够欺辱华言少分 你就懂得了 就明了了 所以一切诸佛菩萨 都在我们的身边 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日夜不间断 只是我们自己 迷得太深 完全不能够觉察 这个要怪我们自己 不能怪佛菩萨 不来帮助我 佛告诉我 整个大宇宙 在佛经里面讲的 法界虚空界 是一体 受访三世佛 共同一发生 讲到三世佛 包括我们自己 在内 我们自己 每一位同修 未来佛 三世世佳 过去 现在 未来 你要知道 共同一发生 所以宇宙 宇宙之间 一切众生 有情众生 无情众生 跟自己 确确实实 是一体 像我们的一个身体一样 一体 这个身体里面 不见得完全是健康的 有人身体有疾病 那有疾病的那一部分呢 就等于说是 迷失了自信 造作物业的重生 那怎么办呢 总的想方法 帮助他恢复正常啊 恢复健康啊 不能把它除掉啊 现在外国人 因为外国手术 把它除掉 这个不可以的 除不掉的啊 一定要帮助他恢复健康 肯定 本就本有 不就本我 不就就是习气 烦恼习气 恶作自信里头 本来没有 对这些道理 真搞通达 搞明白了 你就不会啊 去憎恨我人 八大人觉经里头 佛告诉我们 不念旧 不不增 不增我人 我们自己真正修到 纯净纯上 纯净纯上 是如来的果地 最低的位置 最低的位置 也是华言经上 原教出诸菩萨的地位 我们要修 我们要修自己 第一书身的 是学 是教 我小时候 就都能源 这四书看了几十年 常常常看 现在还看 你说这个里头意思 懂不懂呢 好像是懂 是不是真懂了呢 不够透支 真的是 真的是 开经纪上讲 但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都能许 愿解孔子真实义 不是容易事情 去年我讲华言 偶尔翻开论语 看到父子一句话 我的感触非常之深 子月 无常 终日不时 一天不吃饭 终夜不浅 一夜没睡觉 一丝 我在那里想 五夜 不如学也 这一句话 我明白了 然后再看看 不复如来 你看看 从初发心 从初发心 到如来地 无量解 他在干什么 学 天天天在学 年年在学 生生世世 在学 一面学 一面教 这样回过头来看看 人与开头第一句话 这父子讲的 学而是习之 不以悦乎 把这两句就这样连起来 意思就很圆满了 那是什么 那是自己的成就 自学 你每天在学 你每天在学 每天境界在提升 我们佛法讲的烦恼清智慧的 许多同学看到我 好像我今年精神身体比去年都好 确实 我自己也感觉 什么原因呢 今年烦恼比去年少 今年智慧比去年增长了 肖随心转了 身体体质也随心转了 所以真正学习功夫得利了 从哪里看呢 你的身体一年比你好 你的相貌一年比你好 这是你学习 你真正有心得 如果一年比一年帅老了 你的功夫不到家 你学的也没成绩 你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 这个很现实的 那么佛法里面常讲的 一报随着正报转了 正报是念头 是心的 静随心转了 我们今天 这个方向目标 就是纯净纯善 我们走的是这个目标 纯净纯善 纯净一定是跟菩提心相应 念念不离 真尊对真真真真清平平正正 真真就是此理 行行不离 看破放下自在是愿 心存净 行存善 我们走这个路 走这个路有大利益了 所以你当然发息充满 别人住这个无住我卧室 我住这个世间是极乐世界 你们眼目当中这个世间人都没有好人 都是我人 我眼目当中世间人都是风复子 那怎么会一样呢 为什么同样一个境界 两个不同的看法呢 你的心不同 迷雾不同 其实境界是一样的 佛法里面像这些重要的理论 学习纲理 我们要把握住 念念不识 受用无穷 所以确确实实 学而实习之不宜乐乎 那个乐乎就是我们佛门讲的发息充满 长生欢喜心 又蓬自远方来不宜乐乎 这是教 这是教 那个彭是什么学生呢 来向你请教的 他们来的时候 你教得很快乐 学得很欢喜 教得很快乐 所以学不宜 教不倦 学厌倦了 功夫也不得利 教疲倦了 功夫也不得利 功夫真正得利了 学不厌 教不倦 人不智 人不智 而不孕 不以君子 这句话是说什么呢 我们这个学习功夫还达不到标准 也就是讲现在的话来说呢 你所学习的你的知名度还不够 来向你求教的人还不多 这个时候自己辛贫其苦 没有好高无远的念头 没有求明文立养的念头 夫子说 这是真正君子之人 心里头眉由不平 知道什么 知道这是语言分 每个人语言不一样 要想教学 如果效果能扩大 一定要跟一切众生广界发育 自己求学教学的效果就能扩大了 自己学神教 这个经常讲的为人演书 为人表演 教是演教 身教演教 是一不少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 现代人都是要讲求证据 那我们的修学 证据是什么呢 我们的形象就是证据 我的形象比你好啊 你不能不服啊 我到日本去访问 遇到那边许多佛教界的同餐道友 年龄跟我差不多 但是我们站在一起 形象不一样啊 那他头一个他就服了 佛法讲的三转法轮 最后叫做正转 修佛拿出证据出来 你说修佛好 好在哪里 拿出证据出来 我们这个形象就是证据 我们的容貌 相随心转啊 相会变啊 旗帜也会随心转啊 你相貌越转越好 身体没有毛病 智慧增长便才无碍 不怕你问啊 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都能够很轻松的给你解答 无需要思考啊 这是学佛好处的证据吗 我拿证据给你看吧 你为别人好啊 不是为我自己啊 这样才能够感应到教 佛法里面讲的这些道理 最近 美国那边的同修 也是一位大学教授 我是请他替我收集 关于英国轮回的报告 他给我寄了三十本书来 我是找了一个人 把每一本书 里面讲些什么东西 写一个简短的东西给我 就提要 翻成中文 上个星期送给我 我溜溜地看一看 这些报告里面 肯定 轮回是真的 不是假的 报告里面 有两篇 肯定 人的意味 可以改变一切 那这个说法呢 就跟佛经里面讲的 一切法 从心相生 一个意思 他们那些人 没许佛啊 在研究报告当中 这个说到这样的结论 人的意念可以改变一切 这句话很重要 如果我们的念头善 我们变成善人 我们肯定改变我们生活环境 我们的三善道啊 如果我们念头在佛 跟这个菩提心 跟十善 跟六度相应 那我们肯定走菩萨道啊 我们念头窝 那就是变成三窝道了 念头改变一切 日本的科学家 用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 研究水 他们现在已经出版了一本书 有同学 从网络上的时候 把这些资讯的时候 这个下载下来给我看 跟《华严经》上讲的一样 水有灵性 就是我们这一杯水里都一样 你要是在《华严经》里面去观察 我们的心善 这个水啊 《华严经》底下看得洁净 非常之美 如果我们在发脾气 心底很凶悦 你在《华严经》看 水里面那个 《华严经》的时候 很不好看 它会听声音 它会给我们的心灵起感应 它会看东西 你这个文字吧 你如这个文字上写个《爱》给它 它那个反应的时候很美 你写个《诚恨》 它那个反应的时候就很不好看 这是人家从《诗严》里头 照的这些照片来给我们看 谁会看啊 谁如是 我们就晓得 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的反应都如是 所有一切物质也如是 微尘也如是 谁是被人家看出来了 如果再由科学下去研究 看看泥土 尘土里面有没有这个反应 肯定有 不可思议 所以一切万物是活的 不是死的 科学越发达越进步 对于《大臣经》上所讲的这些理论现象 慢慢都被真实 这个对于弘扬大臣 对我们自己修学 所以修学肯定正常信心 正常怨心 我们这一生 哪里会不成就呢 所以修学展现在面前的就是对人对私对我 特别是对人 应该懂得 应该懂得怎样随顺 怎样随喜 这比什么都重要 好 今天的话我就讲到此地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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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